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C++的这个 Placement6这样一个冲进对象的方式 以及C++Vector这个例目版的一个ImpressBack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冲进一个 例例行对象的时候,我们用一个6,然后这个例的例行 然后跟上这个构造函数需要的参数 这样就冲进了这样一个对象 在冲进这个对象的时候,会在 会向那个超市动申请在对存储区 申请一块内存,用来存放这个type 这个例例行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存储空间 然后呢,对于这存储空间的这个类对象的数据成名 用这个ARKS参数呢,进行相应的初始化工作 就是它需要申请内存 然后在申请内存之后 然后再做变量的初始化 而我们现在的这个C++一个叫Placement6 这样一个新的技术呢 可以使得你直接在已有的内存块上面去 勾造一个对象 而不需要再去申请动态内存 这样就致命的在对存处 对存处去申请内存所消耗的时间 它的格式就多了这个 是吧,6 这个圆括力跟上这个内存块的地址 当年这个内存块呢 就是type类型大小的类对象 所占制的这个大小的这样一个内存块 比如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假如我进入了一个MyClass这个例 它一个格子函数 在一个inter类型的参数的 然后它一个4个数据delta 然后呢 现在我们在main函数里 我们可以要充进这样一个类类的地方 除了用传统的方式6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的充进 就是6 这一块1的存储区 这块存储区是什么呢 是一个静态的数据区里面的一个buff 这个buff呢 它的正好占据的是MyClass 这个内地这样大小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是这个buff的大小正好可以 存放MyClass一个6的对象 那么这是一个 x类型的数据嘛 相当于字节类型的数据 那么它的数据名就是这个内存块的70地址 所以我们把这内存块的70地址 传给这个6 然后呢 这里我们充进MyClass 类型的一个对象 是时候 那么这个充进的MyClass对象呢 就是在这个buff这个内存块上充进的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想 让动态内存分批去申请内存 分批内存公间 然后做出事发工作了 这样呢可以提高 这个对象的各种效率 因为不需要想超市通申请内存的 但是 就是用这种new placementnew 这样 在new内存块上充进堆向的 这样一种方式 我们这个堆向将来这个 消费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显示它去丢用它的极客函数 比如我们这个指针指向我们这个对象 我们就用指针指向这个对象的 丢用相应的极客函数去释放它 是吧 是吧 这样一个对象呢 不能自动释放 是吧 要我们去显示去调用极客函数 这就是需要说明的 是吧 它的好处就是 这个Bb 申请动态内存所需要的开销 我们下面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说明这个它的应用 第一个 我们可以 用定制的 自制的内存分批的一个 内存分批函数 我们自制是一个内存分批函数 然后在我们自制的一块很大的 比如存储空间里去做相应的内存分批 比如我们经常就是 有的时候 有的所谓的 内存值 在中纪网络联机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把所谓的数据 进来的数据 放到一个内存块里面 我们可 如果每次来一块数据 我们就申请一块 来一块申请一块内存 相应大数据大小 数据块大小的内存 这样就特别 就是 消耗时间 因为申请内存 它要超市总批准 所以这个 catch要比较大 我们可以 一开始呢 先申请一块 像超市总 如先申请一块 非常大的空间 相当于我们 先 申请一块很大的 这个存储空间 两个呢 我们在这里 两个再分别一块一块的 数据块 来了一个数据块 在我们 在 在我们 在我们资质 这个已经申请了一块 很大空间 在 为相应的 实质的数据块 分配相应的内存 这样呢 就必须每次 一块小的内存 都要向超市总批 申请的 至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 并写自制的 这个定制的 内存分辨函数 就是说我们 自制定制的分辨 内存 我们写一个 也所谓的分辨内存 这样一个函数 这函数 这个函数 是在我们自制 已经获得的 这个 内存块的基础上 我们的自制分辨 要分辨多大 就分辨多大 基础上我们 去那个 去参加一个会议 是吧 我们先获得了 一块很大的空间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 动了分辨 这块 放一个桌子 这个放一个椅子 给某个人 这个放个桌子 给什么 是吧 这样我们就在我们自制 已经占据的很大的场地里面 我们每次切成一小块 我们为我们自制的人 进行相应的分辨 修饰 分辨椅子 是吧 这样不要我们每次来去 跑到像这个大会的主持人 说你我来了一个人 你给我安排一张椅子 安排一个座位 再来一个人 再去安排一个位置座位 这样每次去申请 那这个肯定太费时间了 是吧 好我们一开始就讲比如 大会 组织的新 组织的新 预新分辨的一块非常大的 就我们的场地 这块全给我们 是吧 将来我们哪一个人呢 我们给他安排一个座位 再来一个呢 我们安排这样 就我们自制内部安排了 所以我们自制内部安排的 这个叫做定制的内层分辨 好 现在我们定制的内层分辨 可以是根据需要的大小分辨 多大的内层块 现在假如我们自制一个 MyClass 现在我们的程序 我们可以是 假如我们现在要分辨一个 MyClass大小的一个内层块 我们就可以 调用我们自制的内层分辨函 是吧 自制分辨 在自制的 一块大的 存储区里面分辨 一小块内层出来 将来放我们的一个MyClass 这样得到一个内层 假如返回的是Volt 新内层 指针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Due 这个内层的地址 两个直接在这一块内层里 去冲进一个对象 是吧 因为这个内层块已经有了 我们直接在这个内层块上 去冲进对象 也不需要去像操作系统 去申请内层块的 这样就提高 我们这个分辨对象的效率 是吧 假如有很多对象 都这样来 我们这样很快 每一个来 不要去分辨对象了 一来就去住 是吧 就是已经没有好了 一来你这个人就住这 一来你这个人住这个位置 是吧 不需要我去再拿一张 再申请一个做指 之类的 这里当年我们这一个对象 假如有很多对象呢 也是道理是一样的 反正每个这样的冲进对象 就要用这个显示的极客函数 去这个 销毁这个对象吧 当年它的内层没有销毁 就这个对象呢 销毁了 这个内层还是在这 所以内层将来你还要单独 把它销毁掉 好 这样用我们自制定制内层按照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 就是快速的分辨内层块 冲进对象 是吧 通过这个 new 自制的分辨内层按照 通过这个 placement new 可以快速的冲进对象 是吧 这个在比如 这种网络有很多网络 临近过来的时候 或者什么线程尺的时候 是吧 我们也要充进很多 线程尺的时候 用这个方法呢 程序的效率 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所以主要就是提高程序效率 然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用 另外一个应用就是 充进一个对象的数字 假如现在我们一个 MyClass这个例 这个例呢 它有个格约函数 interValue 它没有无论格约函数 我们说对这种 没有无论格约函数的例呢 我们不能就是 充进这种对象的数字 是吧 只能充进这种对象指针的数字 是吧 假如我们要留一个 MyClass的一个 像这样的 假如我们要留一个 6 MyClass 比如是10 这个是不行的 是吧 因为这个MyClass 没有无论格约函数 那么你充进10个MyClass 对象的数字 那每个数字 每个对象需要 传递相应的格约函数 这个呢 没法传 是吧 对这种没有无论格约函数的 力 没法充进这种 力对象的数字 但是是不是就一定没办法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 这个 PlacementDue 究力 充进对象的 这样的方式 来 充进这样一个 对 力对象的数字 我们看怎么充进呢 首先 我们先测试一下 每一个力对象 占据的大小是多少 假如现在我们要 这么多个力的对象 那么我们只要分辨 这么多个力对象 占据的空间 内存块 就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用超市场 自带的这个6 是吧 分辨这么多的这样一个内存块 这个内存有了 我们把内存块的指振内存 转化在MyCloud的指振内存 这个没啥问题 是吧 强制内存转换 然后呢 我们对每个这个 内存块的每个MyClass对象 所占据 就是Object 指向这个内存块 然后对它的每个对象呢 我们 有了这个力对象 它向内存块的地址 我们通过 Placement6 这样运动符 这些在这个内存块掌 充进 MyClass 那么这个折也不需要想 抄市场申请的 因为这个内存块已经有了 我们有了这个地址 直接在这个内存块上 充进这个地址 这个也致命了 拒贝 我们一般的 比如 我们这个内存块 有了 我们一般的要 充进一个对象 把这个里面的折 还要拷贝,还要把它想办法弄到这里面去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内存块上搁进这个对象 好,搁进好了 两个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传参数给它了 是吧,这个时候my class我们存这个参数,它需要整个,存一个整个参数给它 是吧,这样呢,我们就构造了一个objects,就是my class的这个类对象的数字 其他的剩下的使用,比如访问每个类对象和之前一样的 结果用完之后,我们一定要每个类对象,有显示的调用几个函数 是吧,这是用placement new这个究地,重新对象的这样一个要求 是吧,这样才能把这个对象显示的explicit把它销毁 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对象虽然销毁,但是对象的内存块呢 并没有销毁,所以我们还要用这个 呃,内存块销毁,把这个一开始想超市中申请的这块内存也销毁了 是吧,是吧,这里我们就看出这种placement new 可以用来把我们冲进没有无论构造函数的这个类的对象 是吧,然后这些在这个内地上的这个内存块的这个数字的 每个内地上占据的内存块上面去冲进相应的对象 是吧,这样速度也很快 好,下面我们再介绍这个C加1的impress back 这样一个函数 一些push back这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呢,都是在C加1的vector 叫C加1的vector呢,以这两个成员函数 这两个成员函数都是在C加1vector的最后面添加一个元素 但是它们主要区别就是这个呢,是要把一个EU的对象去拷贝 或者移动到这个vector 比如把这个看成一个vector 那push back呢,要把一个EU的对象要拷贝进来 或者移动move,就是移动进来 而这个impress back呢,它就可以纠缔冲进 就是说它不需要单独在冲进一个对象 而是或者传来一个对象 它直接用冲进这个内定向的参数 直接在这个EU的内存块上去勾造这个对象 所以它的速度效率就高了 好,push back就是它首先要冲进一个临时对象 调用构造函数,是吧 然后呢,把这个对象,比如拷贝或者移动进去 比如push back,假如我们一个tD型的对象 传进来一个值,这个值假如是引用的 是吧,我们说传引用可以避免拷贝 如果不是引用,那么还要一个拷贝4餐到这个形成下要拷贝 现在一个引用4餐和形成下是同一个,不需要拷贝了 但是这个时候引用的这个值呢,我们还是要拷贝到这个 这个data里面去,是吧,这个拷贝可能是移动拷贝 或者是那个不是移动的拷贝,反正都要拷贝到这里面去 这就是push back,它需要把EU的内存,拷贝或者移动到这个 vector的相应的这个位置,就是绝构的位置吧 我们看这样具体例子,假如我们是inter类型的vector numbers,假如现在一个x等10numbers 我们把x要push back到这个numbers的时候 这就是x是一个int对象,numbers也是一个int数字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把x拷贝到numbers的最后的位置 是吧,这个时候要拷贝就像这个图一样 要把这里面的一个10拷贝到这里面,这里也变成10 或者呢,假如这个push back后面跟的是一个右折 右折我们说可以直接移动到这里面 就是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假如这些一个20的折 那么20的折,也要直接移动进去 虽然就是拷贝就是代价小,是吧 但是也要有一个移动的操作 我们看implacement back呢 它就直接在尾部,就是 直接在vector最后的位置,是吧 这个位置存在了,然后直接 它不需要冲进一个临时的对象,是吧 直接就在那个相应的位置构造那个对象 数据效率就提高了 那么implacement back,它的 其次的参数呢,是一个可并 模板的,可并参数模板 作为参数的,是吧 这个好像有点复杂,是吧 如果看我的C++17的时候 这个就能明白了,反正就这样一个可并参数吧 注意 可并模板参数,作为它的这个函数的参数 传给它 它的过程实际是,如果空间已经满 那么增加容量,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 这个和它这个是一样的,没啥问题 主要区别是在这里,它这里没有 我们看它这里有一个拷贝的过程 等于负责,是吧 这个是拷贝 它这里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在这个data size 这个内存块上面,直接是冲进这个对象 是吧,没有拷贝移动的 是吧,用什么 用传进的这个数据 所以它就避免了这个开销嘛 速度就给提高了 比如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 World是一个支付出类型的一个vector 我们叫impress back 存的一个支付钻 那么它就在World 相应的位置 直接勾到这个HeadWorld 这样一个支付钻的这样一个Stream对象 同样下面这个就勾到有五个支付A 构成的一个对象 总的来说就是pushback需要将一个拷贝 或者移动到这个vector里面去 而这个impress back 直接在这个vector的相应的位置去勾到 用这个参数 用提供的参数 直接去勾到这个对象 所以impress back 其实更加有效 是吧 它不存在拷贝和移动 直接用提供的参数去勾到这个对象 致命的拷贝和移动 致命的不必要的拷贝和移动 也就是所谓的究定冲进 好 这里我们就讲了这个C加1的究定冲进 这个6 是吧 这个impress back 就是用这个究定冲进的方式 来在vector的最后面添加一个新的元素 是吧 这个采用的是究定冲进的方式 来直接在vector的最后的位置 用提供的参数勾结一个例的对象 好 谢谢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hwdong